現在在高雄光榮碼頭展出的黃色小鴨 吸引了大批民眾前往觀賞 為當地帶來龐大商機 不過標檢局會同高雄市蕭寶官 今天突襲稽查 結果發現黃色小鴨周邊商品出現問題 當場要求業者下架商品 黃色小鴨在高雄光榮碼頭展出 帶來龐大商機 碼頭周圍的攤販銷售各式黃色小鴨商品 包括造型玩偶 氣球 絨毛小鴨等 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 10號下午會同蕭寶官展開稽查 不少業者看到機查人員突然出現 趕緊收拾商品落荒而逃 上次抽一的結果 是總共我們做買了12件6件不合格 10號供機查至少8家零售商品業者 只有一家誠信業者的商品不符合規定 經券倒後 暫時將黃色小鴨絨毛玩具下架 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將加強機查 也請業者不要以聲示法 這個市場販售的時候 要輸入或者是製造之前 一定要先經過我們檢驗局 檢驗合格了 你才可以在市面上販售 高雄市交保官也呼籲消費者 購買黃色小鴨商品 要認清有無安全商品標示 不要購買來路不明的商品 保障自身權益 聯合報劉新軍高雄報導 勤燃 辞工 感谢观看